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他居然說應該是Cambodia 他講成Columbia 謝謝Columbia的總理 東協主席的身份 採取領導作為 你是在講哪位 而且他講這個之前 其實在出發的時候 他就已經講錯一次 所以他等於是講錯兩次了 有這麼困難嗎 而且他到現在還堅持用殖民地的用語 Cambodia 你為什麼不講Cambodia 人家都已經改國名了 是 沒有 英美媒體還是喜歡用Cambodia 他們也不肯把緬甸叫米安 還是叫Burma 就是Burma 他們奇怪還是 他們不尊重當地的改 不然北京他為什麼不講Pekin 他為什麼要尊重中國呢 Pekin 對啊 他為什麼要講Pekin 因為中國大嘛 就這樣啊 那你說如果他真的不在乎 他看不起的話 那還有一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好奇 因為這個是12號的事嘛 他13號也搞一個什麼 就是人家在開這個 東亞峰會的時候 早上10點半開 他10點50幾分才到 人家洪燦已經開始舉行了 就然後呢 這個拜登都還沒到 人都還沒來 所以大家講說 你遲到也太久了吧 拜登你真的這麼這麼的不在乎嗎 可是他在致辭 演講 都告訴這些國家說 真的我們美國是非常重視 你們這些國家的 我也很重視東盟 所以呢他還宣布 美國要跟東協建立這個 新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還說要一起解決這個 時代最大的問題 從氣候到衛生安全等等 抵禦對基於規則秩序的重大威脅 還強調 東協地區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 期待建立自由開放 穩定繁榮 有彈性安全的印度洋太平洋 解決從南海到緬甸的挑戰 而且我看他還開了支票嘛 不是說這個還要提供 8.5億美元 2023年美國要這麼做 這不夠有誠意 這個謝謝收看 請你回家吧 我跟你講 中國在去年12月 就說要給東盟15億美元 然後在未來5年 要購買東南亞國家 3000億美元的農產品 請問你美國有做任何的 市場准入的承諾嗎 沒有啊 目前還沒有 你只會 人家說什麼你就說什麼 比如說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因為大陸有這個詞 你就學著講 那你這內涵是什麼 中國是都有內涵的 它的內涵的股價就是RCEP 而且人家是從2014年 東盟加一一路走到RCEP 今年還正式啟動了 今年是到RCEP2.0了 我是說人家走到RCEP走了7年 那不斷的降低關稅 市場准入 來做各式各樣的交叉投資 那請問你美國做了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聽完了大家鼓掌 那謝謝收看再見就這樣 因為你去想一想 東盟的GDP是3兆美元 那你前一陣子來了1.5億 這次來了8.5億 全部加起來10億 10億要幹嘛 東盟的人口有6億人 所以我就問嘛 這樣有誠意嗎 不要講錢 花的時間多少 2000年就是22年前 我到南陵去看 所有的領事館都蓋得漂漂亮亮 每年開會 就說人家經營它不是一天 你美國沾醬油一下來一下 送點那麼小錢 我講 人家我去參加你那個什麼亞太 這個什麼印太和聯盟 我緬甸跟這個印太聯盟有什麼關係 是出兵嗎 還是出劍呢 它是個內陸國家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真的 不好意思了 你來 你隨便講幾句 我也隨便聽聽 慶財聽 慶財人要逛逛的慶財聽聽 不 我是覺得拜登 該打屁股 因為他是外交委員會的成員 很久了 怎麼會把Cambordia講錯 因為基本上 如果像川普那個時候 把非洲那個Namibia 唸成Namibia 那就算了 因為他們沒做過外交嘛 對非洲也不熟悉 拜登你長期在外交委員會 怎麼會把這個講成Cambordia 一個是南美洲國家 一個是這個東南亞國家 我覺得這個該打屁股 但第二個我覺得說 他們拜登他們 就美國一直都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大陸經營非洲也好 經營東南也好 像剛才將軍講的南陵 我去過南陵開過這個 東協的他們的研究 他們是一個專門研究中心 就這邊固定在那裡 因為選擇廣西 離東南亞最近 東東門比較近 東協比較近 所以就專門做 大陸是常常分配 各個不同的研究中心或學校 一個議題就交給他們 然後就專門研究 所以這個 因為畢竟是這個 我們講說威權的國家 可以按照這樣來分配 但是他的實力就很強 就集中在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 出來的研究報告也好 市場分析也好 都是非常的這個 很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 美國要投資 可能要政府帶頭 而且要長期要有一致性 不要換黨就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最大的問題 一換黨政策就改了 可是這個體制 中美兩國體制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嘛 所以這很難競爭 這真的 他有沒有國營事業 這很難啊 而且還有大小眼 大小眼 川普去見習近平的時候 還叫小孫女唱茉莉花 下功夫吧 那怎麼會到明天 孫女本來就會中文 不是啊 還帶她去建唱嘛 那就把你是看著大夫 其實就是大小眼 大小眼嘛 我剛剛講就大小眼 怎麼會念錯呢 是的確 但是就是頻頻口誤啊 而且還是在這麼重要的一個場合上面 還發生了可惡 說真的你跑選舉場合 一不小心講錯 也就算 你是把這個國民都講錯了 玉琳 我跟你講 他很討厭洪生 也是 上次他們合照 他就 洪生明明就是主席 捷普在是今年東盟的 人質主席 對 他不要站在他旁邊 他就說你是非民主國家 我不要跟你站在一起 那你都來了 最起碼也尊重一下嘛 對不對 我覺得他心裡就是看不起他 所以難不成會故意叫錯 故意叫錯是不至於 可是就是他 他對柬埔寨的評價是很低的 那他也知道柬埔寨是 中國大陸的特別好 跟中方這麼友好 對 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亮哥你看 那大陸方面他的做法 其實你看 總理李克強出席 東協嘉一這個會議的時候 那他也強調是命運與共全面戰略夥伴 選邊站不該是我們的選擇 所以不用選邊站 開放合作才能夠共同克服挑戰 那麼並且也歡迎會議發表 紀念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簽署20周年聯合聲明 高度評價就我們剛剛講 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取得積極的進展 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 把解決南海問題的鑰匙 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而且還說什麼呢 中方要設立中國東協 共同發展事項的貸款 加大合作 你剛剛講到南寧嘛 南寧本來就是 東盟嘉一的總部嘛 所以他們有很多經濟項目 是隨時在談的啦 他不是像拜登是一個人來 之後呢 比如說RCEP 他現在正在談 中國東協自貿區的3.0版 人家現在已經在 這個李克強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 已經在進行 我舉例啦 比如說中國已經在協助 中國這個東南亞國家 他要幫東協國家訓練 一千個數位人才 那實施這個叫做 中國東協數位人才培養計畫 然後要確保通關效率 還有邊境口岸 這個能夠擴大他的能量 那我們也知道 就是他目前在東協 泛崖鐵路正在延長嘛 那已經有勞臥那一段嘛 那現在要到曼谷嘛 不是嗎 那越南那個河內那一段 他要不要重新考慮 因為日本聽說要拖到2045年了 那河內一聽就昏倒了 所以他要不要再跟中國大陸 重啟合作 就是有關交通建設的部分 然後他還要在 東南亞成立公共衛生科技合作中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人家講的都是很實的計畫 具體的內容 對啊 都是要投入人力資源 那你美國的項目是什麼 我跟以前8.5億就這樣 對啊 這個沒有用的啦 所以事實上美國現在已經有一些 我昨天就看到布魯金斯 一群歐巴馬時代的核心幕僚 他們都是在國安會 負責亞洲跟中國這一塊 他們聯合寫了一篇文章 他認為拜登路走錯了 他們就認為說拜登應該要 你不能夠只想要圍堵中國的多邊組織 比如說什麼Quad啦 AUKUS啦 這種不會引起響應的啦 他們就說 亞洲人就是要做生意嘛 所以亞洲的多邊組織 美國都應該要參加 所以他們就直接建議 說美國應該參加CPTPP 甚至要參加RCEP 他們的建議就直接是這樣 他說不然你沒有辦法跟中國競爭 我覺得他們就講得很直接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一個貿易導向的議題 你要跟亞洲發展的關係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都是圍堵性的 簡單講就是你都在搞政治嘛 而且他現在圍堵不是只有自己堵 他還要拉著別人跟他一起堵 人家不要跟你玩嘛 還要尷尬陪你陪笑臉這樣 損人不立即 損人不立即 參加你這個就沒有搞頭 就搞這種事嘛 是啊 所以現在是不是真的損人不立即 那其他的國家也煩了 煩了 所以你看包括什麼 日本啦 韓國啦 甚至像澳洲啦 你看 光是講到這個東協加三峰會 南韓的以錫悅 就說其實南韓跟日本跟中國呢 應該要有這種三方對話機制以合作 來應對安全以及氣候變遷的議題 那麼你看像是日本官方長官不就已經透露了嗎 日本其實也很想 岸田文雄也很想要跟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會面嘛 我們之前也曾經分析過 那果不其然他們的內閣官方長官就講了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跟習近平是17號 會在APAC 就是在泰國接下來要舉行的APAC 來進行這場會晤 這些國家就是新加坡講了真正的大白話 不要選邊站 但是日本韓國是被迫選邊站 對不對 美國在那邊有駐軍啊 有這個 所以 日本趕快要向中國表態啊 因為生意是老婆心吃飯餓肚皮的問題啊 這是最現實的 我跟著你一起 是參加那個華而不實的什麼協議 對不對 是 中國也沒有擺明說要打你啊 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 急急忙忙等著要跟習近平見面 搞了最後一天 排了最後一個劍 對不對 問題就是說 這邊是被美國搞的軍演啊 搞什麼搞什麼 那中國大陸會不火大嗎 對不對 何況還可以聯絡朝鮮 聯絡北韓 聯絡俄羅斯 一起搞你 就劃不來嘛 是 所以生意上還有那麼多呢 日本經濟並不好耶 對不對 現在連台灣GDP都快要超過它了 是 所以閻老師 所以日韓的態度 你看 這一方面是被美國拉著 可是現在呢 卻又非常希望能夠跟中方有對話 那麼尤其是領導人的會晤 是顯得在這個時候格外的重要了 那這個時候都勇於表態了 所以你看在APEC的這個場合 拜登是不去的 那到時候就習近平參加 那到時候會有什麼樣子的看點 我覺得很期待 我覺得這個佐科威 印尼做這個東道組G20 還蠻聰明的 就是今年就把新加坡給找過來 因為新加坡根本不是G20成員嘛 但他把它找過來 然後呢 讓李顯龍講話 放話 一路放話 然後放話以後得鋪陳出一個 我們其實不想跟你們在搞什麼結盟 那我覺得鋪陳之後 日韓可以在後續的APEC 稍微有一些動作 我覺得其實 印尼不方便講 印尼不方便講 因為他是重道者 他就把一個新加坡 李顯龍反正在這個 這個常常在國際場合 講一些還蠻有深度的話嘛 那就讓他來講嘛 我覺得這個是蠻聰明的一個安排 新加坡也很敢講 新加坡也很敢講 然後就把這個鋪陳出來了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讓韓國也好 日本也好 在APEC如果要跟這個 這個習近平見面的時候 至少我覺得已經這個前面的鋪陳的 這個氛圍已經創造出來了 是 那當然一方面 剛剛除了講到日本跟韓國的態度 那亮哥 我就想 那這個APEC就精彩了 是不是這樣呢 那當然你也可以補充一下 您對於APEC 接下來在沒有拜登的 我們半天是還沒有到APEC 就要跟中國見面 就要先跟他見面 他拜託17號嘛 對啊 那目前是 日本官方長官宣佈了 那中國還沒有回憶 對 但是通常 可是他既然宣佈了應該是真的 應該都是有的啦 對啦 可是 這個坦白講硬塞進來的 對 這個就有點像是在這個G20 你還沒有登場 可是先有一個會晤 可是那個是因為 他要避免排在法國後面 那是為了面子 那日本這個 因為大陸方面的宣佈 是把法國排在拜登的前面 那拜登當然不能忍受 排在法國後面 所以他就硬喬14號 那日本這個是 他認為習近平APEC 也不一定會見他 所以他就要塞在前面 因為習近平APEC 開完會他要去泰國做國事訪問 所以他可能真的擠不出那個時間 對啊 所以看著出他把這個重心是放在什麼 東盟國家 這個也蠻明顯的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覺得是習近平 希望大家對重大問題要表態 我認為有三類議題 第一個就是台灣的問題 就是你要有一個新的說法 那第二個就是 知不支持中國參加CPTPP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南海行為準則 我覺得東南亞國家他會 他就我覺得大概就是這三個議題 因為中國在亞洲這三個議題 是最核心的 至少在今明兩年 所以台灣議題是永遠都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CPTPP是他在爭取的事項 那你日本就是主導者 你要不要表態 所以李顯龍也講了 李顯龍支持 李顯龍也講了 他說歡迎中國參加 越南也表態了 越南也歡迎 對 還沒有問就自己先開口 大概是這個意思 對 可是日本始終不表態 而且日本還跟中方說 他是因為美國有壓力 當然是啊 而且美國拜登也很壞 他故意拉著日本跟韓國出了一個三邊聲明 美日韓 那所以岸田文雄就跟中方表示說 他希望能夠跟中國討論台海跟南海問題 那中國就覺得莫名其妙 你憑什麼跟我談這兩個議題 關你什麼事 台海跟南海干你屁事啊 你是東海啊 你不要搞錯啊 就是這樣啊 是啊 所以我是覺得沒有喬好 所以就一直排不出來 日本已經講第三次了 日本一直希望跟中國見面 是 對 那現在日本的官方長官講話了啦 所以應該17號 我認為可能他要做一些表述 是 所以那 對啊 否則的話習近平怎麼會願意見 那當然南海行為主要跟他無關 所以他就是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 跟CPTPP 好 那韓國這個影席月也要趕快 一樣 對不對 也是CPTPP跟台灣問題 那就要看影席月 因為這邊還沒有聽到說 我覺得這個就是 二十大之後中國在對 未來可能發生了台海衝突 做超前準備啦 他要求亞洲周邊國家要做政治表態 是 不過澳洲的態度呢 你看現在澳洲也是一樣比照 所以你也必須對CPTPP跟台灣問題表態 不過這場跟李克強只有短暫的會晤 這個恐怕也 還是得要真正見到習近平才能夠算數 這個不算 現在這個只是跟李克強短暫會晤 然後澳大利亞的總理艾班尼斯呢 他就說 這一次的對話就算是很短暫 這次對話是建設性的 是積極的 能對話就是好事 關於與中國的關係 我們應該在我們能做到的地方 來進行合作 這都在拋橄欖枝嘛 都在拋橄欖枝 示出善意嘛 是 但是問題就是說 中國大陸那三個要求 你是不是要有什麼承諾 所以中國常常不表態 也不講說答應你來不答應你來 是 這就給你一種壓力嘛 看你是不是要示出更多一點的善意 要不然有什麼好談有什麼好見呢 是 對不對 那至少你不能說你立下條約吧 你服軟嘛對不對 所以我的問題我講 美國拼命在搞東南亞東北亞想圍堵中國 是搞不成了 是 因為地緣關係經貿關係 這個網太緊密了 這很現實的東西 說空話沒有用嘛 就像他認知住在裡面講 全世界唯一的價值就是民主制度 就是要不要 那世界上很多民主制度 很多國家制度都不一樣 是 而且亞里斯多德老祖宗也沒講說 民主是一定的好吧 對不對 是 所以你在聯合國裡面 沒有這麼做這種區分嘛 是 所以這個問題啊 你強要用這個東西來強壓 是有點勉強 何況你的力量已經不是以前那麼大 確實 對不對 這個國力是很現實的東西 經濟是更現實的東西 老不信的肚皮是最現實的東西 我們中國人常常講 雞寒交迫 你記得嗎 是 一個是雞是受不了的 第二個受不了的就是寒 是 亮哥剛剛我們就有講到美日寒 這個領導人在這個東亞高峰會 我們看到場邊三邊連續的會談 而且重點是來了 你看這個聲明是說 要更緊密的合作因應北韓的挑釁 不過他有重申 維護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維護台灣海峽和平穩定 這個語言就講過 很重要 對 但在此同時呢 卻看到日本新聞通信調查會 發布了一個什麼民調呢 說如果中國武力犯台高達7成4的 日本受訪者 根本就是反對出動自衛隊協防 還有高達79%的受訪人 對於台灣發生事態感到有危機感 還有比較有危機感 可是關鍵就是超過7成都不願意出動 日本的自衛隊去協防 那你們這些人在那裡喊啊喊的 那到時候真有事情的時候 沒有他們沒有說要出兵 他只說要維護和平 他哪有說要出兵 那真的太空洞了 日本從來沒有說他要出兵 安倍也沒有講 他只有說日本有事 而且安倍是卸任之後才講 他上任的時候 台灣有事日本有事 從來不是政府的政策 所以你看兩個新聞 我們就放在一起看的時候 這個不重要 重點是這個 這個才是突顯出他們真正的態度 這個也符合預期 說實在 因為日本跟中國這個戰爭 是沒有辦法結束的 除非你戰敗 你怎麼可能打贏中國 中國怎麼可能停止 對不對 所以即使你在某個戰役 稍微取勝 中國也會陸續一直 反正他就會打到底 而且他背後還有俄羅斯 你怎麼弄啊 確實 所以我覺得日本人當然 他得到了國際訊息 比我們台灣人多得多 日本的情報做得很好 對啊 我們最近都是要看日本的資料 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會日文 我有在看日本的報紙 他們對國際情勢是很了解的 很了解的說實在 所以我看到這個節目 我一點都不意外 好 還有點時間 我所見過的 日本記者是很活躍的 在全世界都是很活躍的 帥將軍 我們要比一下六代戰機 這個珠海航展大陸有六代戰機 那麼引起美國軍事專家的注意了 說類似美國的這個第六代戰機 下四代空優機 五尾翼的設計 減低雷達反射面 那麼突破高速飛行的障礙 好 重點是2035年研發完成 不過美國也有第六代戰機 但是它很燒錢 很燒錢 那真的能做出來嗎 我都懷疑了 這個東西都很難講 因為它從氣動力學的大幅改變 就是說它不像以前傳統設計那樣 氣動力學改變的時候 就遭遇到很大的要突破的困境 因為這個東西是力學物理學的東西 你今天為了打仗的方便 你要增加什麼增加什麼 你就會製造研發上的困難 所以研發工作常常是失敗又失敗 所以好壞就看你速度 跟你原始的構想如何 所以第六代戰機 所謂的它方向一個是更加逆中 就是說比現在的還要更逆中 讓螢幕上看的 雷達上看的更小 第二個它的巡航速度要更快 而且巡航的距離要長 這就牽涉到你的渦散引進 是不是有更突破的推力 有沒有替代更多的燃料 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改進的複合燃料 讓這個飛機能夠維持這麼長時間的 超過三馬赫以上的速度 因為空軍打仗是誰先到誰先贏 這個東西或者是我被迫反營的時候 我要及時趕到 因為你晚個幾分鐘可能天下大變了 這個空幽沒有了 所以六代機是美國也在搞 中國大陸也在搞 所以你看他們實力都差不多的 你千二十跟這個F-22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東西又想著 以前美俄的軍備競賽 俄國的米高揚 專門搞米格基的 他就是看你美國出F-86 他就米格17 你出F-100 他就出米格19 仿造比較省事 因為俄國比較窮 那中國現在養了一大堆的 這個研究空軍發展的專家 工程師 他的速度快 財力也夠 俄羅斯那個時候 是軍備競賽進垮的 雷格搞了很多花樣噱頭 什麼星戰 太空戰 俄國跟不起 那個俄國的國家國力不足 現在中國大陸有錢 而且他人才賠 中國大陸的理工學生賺 他很大的比例 像美國都是搞金融 商館 器館 這些法律 所以這個人才培養 長期造成懸疏 那你美國又對 在美國頂尖的教授 從千人計畫裡面 調查迫害這些 很多就海歸派就回去了 所以他下一波的這個 人才培養跟這個研究 你看他每個軍種後面 都有學院在支持 昨天我在看到這個 沈陽的海軍學院 搞上千人了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